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住家不管你是富有的人 或是穷的人 一概吉凶富贱 了了分明 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 他是非常有钱的人 有一天 他搬到阳明山 某一个区域的大楼 是别墅的 盖得很漂亮 当他搬进去住的时候 就很不平安了 就来找王产老祖 为什么房子盖得很漂亮 结果都不平安 这个形状 这三坡地 他在这里面的土地很大 他盖在里面 这个门 从这边进去 开虎门 路过来 他就到这边来了 外大门在这边 外大门在龙边 很好 但是 他房子开内 开虎门 内虎门 一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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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去 一阶上去 所以这里都排了不满的石头 就像拳头 孩子凶了半死 搬进去 这里孩子凶了半死 他们住在这个家里 这树都很漂亮 松树很漂亮 所以 到这里上去了 都是石头 排了很漂亮的石头 都是拳头 就等于说我们 人的拳头 门出去了 右边都是拳头 孩子比一个比个凶 凶的半死 妈妈讲话 拳头就要来跟妈妈拼 无论你的男的都是一样 我去看 我心里很疼 我说你怎么去 买这栋房子呢 这栋房子的朋友 他们买了还没住 就卖给我了 我这个房子 你朋友一定有请人看过了 有我朋友他们请人看过了 说这个石头都握钱 会赚钱 握钱会赚钱 所以我就跟他买了 我说你真是业障很重 这握钱 是抢钱 到这抢 所以他的朋友 卖给他了 从此就不见 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他们夫妻 这里面住 孩子一个比一个凶 全家不像家 这个是开虎门 开虎门 再来 你的 右手走下来的 整个的右边白虎边 中庭白虎边 都是拳头 这个印证到 风水学的 吉凶祸福 所以我希望你们 盖别墅的朋友们 不妨来读《易经》 做出我们再开《易经》 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然后再帮助他人 祝福各位